我们之前讲了这个反函数的求导法则,我们给出了反函数求导的这个公式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公式来得到反三角函数,它的求导公式 那反三角函数的求的公式,我们是利用这个 当然说,1除以f关于y的倒数,那么也可以写称这是f-1 然后我们要转回到x去,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inverse sin function y等于sin的inverse function 或者说有时候很多书上也写成 arg sin x 那么这个它的dy dx 我们是1除以cos y 因为f f 这里相当于是fx就等于sin x sin x的倒数是cos x 但是这里是换成y 但是这里原本的字边量是x 那我们要换回到x去 y是等于3-1x 反三的正选函数 那么原本的字边量是x 我们要换回到x里面去 它本身应该可以写成这个是cos 这是sin-1x 但是这个又是3-1x 又是cos 但是我们知道三角函数 它们相互之间是可以转换的 相互可以转换 我们如果说是这里是外面是个sin的话 就跟这个sin-1 跟这个inverse-3 或者是反反的正选函数 它们可以相互抵消掉 所以我们把cos 换成sin的话 就换回到原来的x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要把cos 换成sin是什么呢 是1-3x的平 3x平方 再开根号 cos y等于是1-3y平方 再开根号 那么这就是sin-1y平方 所以是1除以根号下 如果写的更详细一点就是1-3 这是3-1x 我也是3-1x在平方 但是3和3-1它们之间是可以约掉 是可以抵消掉 所以是根号下1-1x平方分之1 所以是根号下1-1x平方分之1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我们是cos inversecos x 它是等于1 因为cos的导数是-3 那我们同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变成1-1x平方 所以跟上面同样的分析的方式 那么对tend的x和quotend的x 我们看tend-1x它的导数 这是导数 tend的x的导数是secand 是secand平方x 那么secand 要换成tend 因为这本身是tend-1 所以我们把secand换成tend x 那么secand是1加上tend的平方y 那么tend的 这个y是tend的inverse 所以tend和tend的inverse就约掉了 所以是1加上x平方分之1 这一部分我们写的 再写的详细一点就是 1加上tend的平方 这是tend的-1x 所以是等于1加上x平方分之1 那么quotend的 quotend的x的inverse function 它的derivative 是1负的 这是cosecand y的平方 那么是负的 是1加上quotend y的平方分之1 所以是负的1加上x平方分之1 这是反三架函数 它们的计算公式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我们常用的是这几种 常用的是这几种 那么反的正切函数 反的余切函数 你可以参考数上 我们这里就不再推倒了 所以我们总结就是这样子 反正选函数的导数是 1除以更好下1-x平方 反余选函数的导数是等于负的 1除以更好下1-x平方 而反的正切函数 它的导数是等于1加上x平方分之1 而反的余切函数 它的导数是负的1加上x平方分之1 那么这就是我们反三角函数 它们的公式 当然说我们也可以去去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举例 那我们这就算 y等于tg-1 这是logx 我们求 dydx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称入 那么dydx首先 我们把这个看成一个整体 那就是1加上logx平方分之1 再乘上logx 关于x的导数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y 的sine inverse e的 x平方 x平方 加2x x平方 加2x 那我们看一下 先是3 3-1 所以是1除以根号下 1-1 1的2x平方 加上4x 它的平方是这么多 然后是1的x平方 加上2x 再乘上2x 加上2 好 这是我们反三角函数 那我们主要是这几个公式 当然 当然这些x它都应该是在他们的定义 定义域的范围之内 好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基本出的函数的导数 它的公式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去列一个表 或者是把它总结一下 第一个 x的n次的导数是等于nx的n-1 这是密函数 三角函数 sinx的导数是等于cosx cosx的导数是等于sinx tanx的导数是等于secx的平方 那么cosx的导数是等于sinx 那么cosx的导数是等于sinx cosx的导数 再乘上tanx cosx的导数是等于sinx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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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x的导数是x的导数 cosx的导数 cosx的导数是x的导数 cosx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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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导数 キ Curtisx的导数 是等于 cosx的导数 cosx的导数 Please consider cosx的导数 cos x是导数 比较小的导数 它们的反函数的导数也是前面有个符号 那这是我们这一章里面的基本的公式 我们的基本公式再加上我们基本的rules 有些称入,这个是product rule和cautient rule 当然我们加减乘除 再加上称入和 再加上称入,还有我们的implicit differentiation 那这是我们这一章里面的 核心的内容,主要就是怎么样去求导数 那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些基本的公式加上我们的基本的求导法则 我们可以求得出一般的函数的导数 那这一部分需要多练习 那么这些公式 这些公式我们 不要去背 要用 你多用的话 那就是无恋 你背的话 还会被混 但是你如果经常拿来练的话 拿来练习,拿来用 那用多了,你就自然记住了 这是 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公式在这 主要的公式 当然我们 其他的一些求导法则 我们要熟练连用 那对后面的我们计算 会比较 这样的话 会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多了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看 谢谢大家